Hello,大家好,我是熊天乐 一个人挑战荒野生存100天 今天是第八天 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 做饭的话都在这个帐篷里面进行了 这个天气凉了之后啊 也是买了一些这个生活物资啊 这个快递的话都堆积如山了 放在这个边边角角啊 这回呢也是中午了 咱们先拆一下这个快递 然后做一下今天中午的午饭吧 快递买了非常的多 很长时间都没有拆了 我自己都忘了买了一些什么 今天这个天气很好 就是这个风啊有点大 吃饭的话倒是不用担心啊 在这个帐篷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帐篷大就是好啊 这个累的话还可以站起来 活动活动一下啊 我现在开始拆一下这个快递吧 看看 这快递的话买的是袜子 因为这个天凉了啊 然后不穿袜子的话 光的这个脚丫的受不了 这个地面的话也是非常的凉 我们买的是秋天到冬天的这种比较厚的袜子啊 秋后一年多了还没穿过袜子呢啊 怎么穿一下感受一下 还不错啊 年袜子挺厚实的 因为天气冷了不穿袜子的话 脚啊都冻的 开裂口子了啊 穿完袜子之后啊 感觉都不一样 暖暖和和的啊 在整个手套的话就好多了 我们再拆第二个快递吧 看看这第二个快递是什么 第二个快递也到了 这个快递呢 是那个床垫子啊 等一下我帮这个床垫子铺在我这个帐篷上面 到时候看看 第二个快递是这个床垫子 等一下帮这个床垫子啊 放在我这个气垫上面 铺在我这个床上面 看看怎么样 咱们先放到一边 看看第三个快递 哦 这是第三个快递 哎 这是啥呀 啊 衣服 我买的新衣服也到了 看看 这衣服不错啊 非常的厚实 绵的啊 穿在身上的话很暖和 里面的话是毛 嗯 这裤子的话也是特别厚实的裤子 看看 里面也都是毛啊 所以穿在身上很暖和的 今天的话有点热 我就没有穿啊 所以不用过于担心 天凉了 咱们自然就会穿了 再看看这个快递吧 这个快递的包裹是非常的大 哇 这么大 看看这是什么 睡衣 嗯 我们的睡衣终于是到了啊 哇 毛茸茸的 非常非常的可爱 我们看一下 泡在这个身上的 明天的话就可以穿了啊 我们今天的话就不穿了 你看 皮卡丘 哈哈 穿在身上的话 应该是蛮好看的啊 嗯 一件衣服 一件裤子 这就是睡衣 平时在一个床上 然后把这衣服裤子脱了 不是有点冷吗 穿个睡衣 就舒服得多了啊 你看这 给个袋子 这个袋子不错啊 这个袋子就留着了 那么再拆 看看这是什么快递 哇 哎呀 挺大的啊 好像是外套啊 这个天气凉了之后啊 这个外面太冷了 不穿个外套的话 肯定不行 我这个外套买的话 是非常的大 黑色的 是 怕 我吧 啊 因为这个冬天冷了之后 我要是穿刚好的衣服 说里面就不能再穿衣服了 所以说 这个尺寸啊 买的都非常的大 我们现在帮这个外套给它弄一下 套在身上 看看这个衣服怎么样啊 啊 哎 穿一下 感受一下 黑色的 哎呀 哇 穿上去 感觉暖和多了啊 也是买新衣服了 天冷了之后啊 该买的衣服啊 都得买了 这个的话也放到一边 我们再看看啊 哈哈 好多快递啊 看看这个 哇 我买的茶终于是到了 看看这里面是什么茶 有枸杞 菊花 金银花 啊 说还是有人生 人生就不太现实了啊 还有什么卖的啥的 这个茶 泡一泡 喝一喝 啊 也不错 是吧 把这个茶叶放在这一边 啊 我看看这拐角还有什么 啊 这三脚架也坏了啊 我又重新买了一个 哎 买的杯子到了啊 看看 这个茶杯的话到了 冬天天气凉了 咱们适当的喝一喝茶 为什么是粉色的啊 啊 底面还露了一个洞 哇 不 像是露了一个洞似的啊 粉色的茶杯不太适合我啊 啊 怎么在拆快递 哦 剩下的好像啊 这还有呢 看看这是什么 哦呀 哇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这么多的吗 哦 买的内裤 哈哈 这内裤的话也有一个月没换了 所以呢 我们又买了五条啊 放在这一边就好了 然后再拆这个吧 看看这是啥 哇 这是什么快递 哎 这是外套吗 啊 我又买了一个外套 啥时候买的啊 哦 不是外套 睡衣 哈哈 看看 西装的睡衣啊 透心的 嗯 这也是我们 花了巨资买的 看看 睡衣睡库 有两套 一个是单薄的 一个是厚的 哦 看起来的话也不错 我们接着拆 看看还有什么厚实的了 哦 看看这是什么 哦 这个就是湿纸巾了啊 平时哪哪个地方 要是搞伤搞伤了之后啊 弄一点这个湿纸巾 也不错 哎呀 丢到老前面吧 看看 哦 这是啥快递啊 挺结实的 咦 滑一下看看哦 哇 满结实的 猜一猜 哦 到了到了到了 看到了吗 这个东西啊 就是给兔子刷了个小爪杂的 兔子那个爪的不是黄吗 最后从网上花了40多块钱买的 可惜了 兔子丢了一只 还剩一只了 不过这个还能用得上 先留着吧 这不光兔子能刷 这个狗的话也能刷 先放哪一遍 啊 拆拆这个 看看这是啥快递 哇 快递多的拆都拆不完 过瘾哦 哎呀 哇 又是茶叶 哇 看看 枸杞啊 什么桑镇茶 红黑枸杞 茶叶又买了两包 看看 哈哈 冬天就是得喝茶啊 喝这个凉水的话不舒服 再放到一边吧 哇 接着拆 看看还有些什么 这个 哎 这是啥呀 我都不知道啊 怎么有一个方形呢 我记得好像没买过方形的 看看是不是拿错了 拆了就知道了 哇 满结实的这个 快递包装的话 严严实实的 哎呀 还扯不动呢 哇 这家伙啊 厉害了 看看 这些买的东西啊 都是留来过冬的啊 因为这个冬天非常的凉 哦 这是什么 刷片的吗 哈哈 应该不是啊 应该是刷茶杯的 又买了一个茶杯啊 看看 这是保温杯 啊 上面会显示这个温度的啊 现在的话没有任何显示 不知道要不要充电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啊 看看 杯口也不错 喝喝茶也不错啊 嗯 有一股 铁锈的味道啊 咱们现在有两个杯子了啊 喝喝茶不错 再拆 嗯 怎么还有一个大块的 看看 哎 这是啥呀 拆一拆啊 这东西我也都不知道是啥 哎呀 怎么一晃一晃呢 哦 看一看 哇 我买的树枝终于到了啊 这个是给兔子啃的 叫什么苹果树枝啊 嗯 确实硬啊 哈哈哈 还不错 兔子啃这个有助于磨牙 我相信这个兔子啊 应该是会喜欢的 那放到一边 啊 买的灯啊 终于是到了啊 哎 千等万等 终于是等着了 以后这个晚上啊 也可以在这个帐篷里面吃饭了 啊 就是这个灯有点小 好像买的那种 遥控器的啊 应该是有遥控器 哦 这种灯的话是 上这个啊 遥控器是上电池的 看到没有 给了两节电池 我们看看 没电了吗 怎么不亮啊 哈哈 好像是没电 看一个机看看 哇 一点点都没有了 到时候我们再冲一冲 啊 上上这个看一看 怎么样啊 别买的是智商税啊 看的没电有点慌 看看还有快递没有 拆的话都拆完了 还有小的 哎 这个快递好小啊 这是啥呀 我啥时候买了一个这么小的快递 哦 买的终于是到了啊 你看 药膏 我脚开裂 买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料素啊 料素什么膏啊 三盒 放在床边 梅子的时候擦一擦脚 那看看这 哇 这又是买的内裤 再放到一遍 哎呀 这是什么快递 哎 怎么又有一个 再拆一下看看啊 哎呦 这个这个快递 我买的我自己都忘掉了 一整整了一大堆 哈哈 哇 买的打火机啊 终于是到了 看看 买了好多 二十个 看看 哇 这个火可以啊 因为我那个小炉子啊 有时候点不着 需要用打火机引一下 所以呢 就买了这么多 啊 看看还有吗 哎 这个是 手机膜啊 就不需要了 哦 这还有 哈哈 这还有快递哦 拆一拆 哇 这家伙过瘾 这是一个劲的拆 哎 哇 买的云南真菌也到了啊 这个的话好像也是擦脚的啊 看看云南真菌也是药膏 在这个户外嘛 免不了这个真菌啊 所以说给这三个药膏 也放到一边 我们喝茶的有了啊 酒杯也有了 就擦了个茶壶啊 到了 嗯 差不多没了 快递的话也拆完了 非常的多啊 这边都堆成小山了 看这边 药膏也买了很多 这里面是那个卫生纸一箱 四者金啊 差不多也一箱 等一下把那个铺一下 看看怎么样啊 还有就是这边的话 都是拆完的 等一下拿出去扔了就可以了 这个小兔子呢 你看 在乐 看到了吗 在乐干嘛的 不知道 哈哈 哎哎哎 这是在干什么 看不懂啊 床垫铺好之后啊 瞬间就有了家的感觉啊 恶龙咆哮 哦 然后东西的话都放在那边了 哎 那是什么声音啊 啊 奇奇怪怪的啊 出来看一下 声音的话 刚才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下面不会有蛇吧 这难怪吓人的 有好多的小东西 看看这 哦原来是兔子 啊 这只兔子我每次都帮他放出来三样 从来都不会丢啊 喊他名字的时候他就跑过来了 挺听话的 看到我呢也不跑 另外一只兔子跑哪去了就不知道了 兔子呢就不能老帮他关在那个小笼子里面 他这个四肢啊就很不舒服 偶尔的时候就帮他放出来 让他 呃出来玩一玩 要不然他憋坏了 身上的话也不知道是啥 脏兴兮的 胆子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小的 开饭了哦 开饭了 看看咱们今天做的这个鱼汤面不做吧啊 关火 开吃 嘿嘿 看起来就食欲哦 咱们现在去wiv